来 请看你的第二道B答题 人在犯困的时候 就是大脑需要休息的时候 请问青少年每天至少需要保证多长的睡眠时间 A 6个小时 B 8个小时 C 10个小时 你为什么不选10个小时 小学生是需要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好 青少年是需要8个小时 其实我们人的这个睡眠它是有周期的 一个周期大约是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要说这个睡眠周期 其实和这道题的答案是有关系的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青少年每天晚上 就是睡觉的时间 大约就是4到5个周期 最好有5个周期 就是7个半小时到8个小时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B 深山飞鱼队答对了 加20分